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市的天际线陡然增高 略显狭窄的道路豁然开朗 小桥流水 小街窄巷的古典江南风情 瞬间转变为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的现代城市风貌 置身其中不禁令人产生眨眼间跨越千年的恍惚感 我身旁这片波光凛凛的金鸡湖 是中国5A级的风景区 大家可以看到围绕着湖边有很多高楼大厦 这里是工业园区的核心商务区 看到这些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在二十多年以前 这里仅仅是郊外的一片小鱼塘 二十四年后 普通的一天过去 苏州工业园区这片曾经的郊外鱼塘 如今正创造着惊人财富 按平均统计 这里一天创造国内生产总值6.5亿多元 上校财政收入2亿多元 一年的生产总值总额超过2000多亿元 从苏州人印象中荒凉的郊外鱼塘 到现在综合排名第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州工业园区为人们重构了一个古城东部的形象 成功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这片江南泥田究竟是如何实现华丽变身的呢 1994年2月 中国和新加坡正式签署 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苏州工业园区成为第一个 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建设的工业园区 也是迄今为止 国内最大的中外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 2018年5月 商务部公布2017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 在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中 苏州工业园区位列综合排名第一位 科技创新 对外贸易等关键指标也居于榜首 从郊外渔塘到现代化新城 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 扎正风每天上下班都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对比 在园区工作的20多年里 他用无数照片记录下了园区成长的点滴 这里面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张照片呢 这张呢 我比较印象深的 因为我们当时刚刚园区来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条小路 大部分人还都骑着自行车 现在都开车了 这是哪一年的时候 这是94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是园区刚刚建设吗 对 刚刚启动 感觉当时还都是很多草地 然后这个房屋还都是很低矮的 对对对对 而且很稀疏的 对 这个时候看这个时候 当时28岁的扎正风刚从部队转业回来 有很多可选择的工作机会 因为一张新闻公报 他萌生了到园区工作的念头 因为是两国政府签订的项目 我感觉这个很有希望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前途 现在你看那个手机上 随于上下班时随于拍一张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太好看了 这夜景真的感觉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了 对 照片记录下园区成长的点点滴滴 很多早期的园区职工和扎正风一样 惊诧于园区平地起高楼的发展速度 他们不曾想到自己可以亲历 见证园区今日的景象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园区如今呈现的面貌并不是随机发展 这些其实都在规划者的预料之中 七十八岁的石区虽然已退休多年 但还一直保持着园区所规划师的工作尽头 一年终有半年时间辗转在全国各地 为新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建严献策 园区档馆里存放的一张手绘效果图 就出自石匡之手 这一张是二十年前描绘了一张 经济湖四周的一个城市未来的面貌 当时大家想象一个未来经济湖边的样子 对 当时我们看了这个图 也在外面宣传这个图 我们有一句心把这个图能够复制于自己 那么经过努力 二十年努力 现在的这样图在下面 就很明显地看出来 跟上面的图是完全一样的 几乎没有改变 包括湖边的高楼大厦 每个位置都是很错落有致的 完善度是很高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 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 四个经济特区 以及14个沿海城市相继开放 各地开发区与后春所搬运出 与首批先行者相比 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动晚了十几年 但却用实际行动创造了将蓝图变为现实 将泥田变为城市的发展奇迹 那么它的秘诀究竟在哪呢 金鸡湖西岸 临次至比的高楼大厦 组成了园区寸土寸金的核心商务区 这里是园区最繁忙的地方 也是人流车流最密集的区域 单向三车道 52米宽的现代大道 与其他城市主干道相比 并不算换 但即使最繁忙的时候 也从来不会发生堵车的现象 而这条主干道 居然是在24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 比如说这张图 这个黑色箭头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黑色箭头呢 就是我们这个详细规划的地块里面的 汽车的搜索口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就是在主要的干道 汽车是没有出入口的 都是在小路上面 这样的话呢 会保证这个主要干道的通常 一共这个地块有几个出入口 每个出入口的宽度 我们是规定是10米 不能超过10米 这个都是在详细规划文件里面 都规定了 94年的时候 当时汽车应该还不是很多的 但是已经预见到 未来的汽车的具体的出入口的位置 可见是说很有远见 而且很细致了 对 近年来 随着汽车数量的迅猛增长 交通拥堵成为困扰很多大城市的普遍问题 但在苏州工业园区 24年前的规划里 就已经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且制定了有效的设计方案 在实况看来 园区建设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起点 离不开对于新加坡成功经验的借鉴 依照新加坡的做法 就要先规划后建设 在动工之前 根据区域发展总体目标 由中心双方专家 融合国际上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 联合编制了 具有前瞻性的区域总体规划 从动工到现在 园区20多年的建设成果 都源自一本总体规划 这本就是最早的时候 苏州公园区的一个总体规划 是1994年3月份的 已经是24年前的规划了 对对对 这张就是规划的总图 当时规划的总图 它把一个整个我们规划区里面的 总体的布局有个安排 咖啡颜色的就是工业用地 黄颜色的就是居住用地 红颜色的就是商业 蓝颜色的就是湖 那我们最后建设的时候 也是完全按照这个图纸 来进行建设的吗 建设就是按照总体规划 再编制那个详细规划 总体规划 科学布局了工业 商贸 居住 交通等各项城市功能 详细规划中 又制定并完善了 400多项专业规划 随着20多年逐渐增加的新内容 一张张图纸堆满了大暗室 大到一片片用地的性质 小到一条条马路的宽度 大到商贸中心 体育公园的布局 小到一个个邻里中心 一个个路灯的设点 都在24年前的规划中 描绘得一清二楚 这些所有的规划 全部囊括在六本册子中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来说 这六本书得之不易 当时的收费标准是 三千万元的明币 三千万 在94年是个什么概念 感觉应该是一个天价了吧 我想到可能在中国的规划里面 在当时的时候 没有一个规划超过这个数字的 三千万元在当时 相当于整个苏州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绝不是个小数目 苏州工业园区 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天价做规划 24年过去 当时买到的几本册子 是否值三千万元呢 新加坡人林静文 可以称得上是老园区人 1994年 作为新加坡驻华使馆的年轻外交官 他不仅见证了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也在园区工作期间 见证了一幢幢高楼和一座座标准厂房的建立 这个地方呢是园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名字叫月亮湾 就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从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呢你能够 映入眼里的那个全部的这个景色呢就是我们的园区 大园区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景色 我们俩可以看到园区的差不多是全貌了 对 是的 二十多年以前您是参与到了园区的选址和前期规划当中 二十多年以后呢您又是在这里参与到它一个建设过程中 感觉其中也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 这个燕园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美妙的 当时没有想到前期的工作 我参与了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过了大概十九二十年呢 又非常荣幸的呢又被选 选中的就是又被外派到园区来继续做它 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的工作 对 所以这个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而且有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吧 对于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三千万元的规划设计费 作为新加坡人林静文对此并不感到十分诧异 因为就在新加坡西南部的荒芜之地上 新加坡人成功打造了世界知名的工业园区发展典范 玉郎镇 用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为新加坡贡献了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国内生产总值 所以以前新加坡的话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对是的 依据于我们在新加坡成功开发的这个经验基础上做的一个规划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你看过了二十多年 我们这个规划呢其实也还是非常实用的 借鉴新加坡的开发经验 适度超前规划先行 成为苏州工业园区一以贯之的开发理念 时至今日园区建筑用地上但凡新落成的项目 都要进行严苛的测绘研收 这是我们园区的一个总体规划图 我们今天要测出这块地 它是一个商业的养老地产 我们现在所建的是哪个位置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边楼看起来感觉很森啊 这是刚建成的 是的也是刚刚建成 我们现在它处于一个规划验收的一个状态 叶宝和同事今天实地测绘的 是位于园区阳城半岛的一个商业地产项目 借助无人机和先进的测量设备 叶宝需要采集所有的房屋道路 景观绿化等的坐标信息和影像信息 然后才能绘制竣工图和规划批准的设计 进行一一比对 这就是规划批准的一个设计图 它本身的地平高度是4米10 我们这边测下来 实测下来是4米09 相差1厘米 乌差是1厘米 这个算是比较小的吧 这个精度是比较高的 还有它本身的房屋高度是17米40 然后我们测下来是17米44 相差4厘米 那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乌差标准是多少呢 我们规划一般要求10厘米以内就算是合格的 这个全新的养老中心 不仅地块用途早已在24年前的规划中 对于地块上详细的建筑设计 误差范围也要求极其严苛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之精准 由此可见 为了保证高标准规划的精准实施 园区测绘建立了一套全过程的跟踪服务体系 全程参与整个项目的报批 建设以及最后竣工的每个环节 24年沧海巨变 从一张手绘效果图到一座现代化新城 可以说六本规划书和严苛的管理方法 让苏州工业园区受益肥浅 经过24年的开发建设 苏州工业园区走在了全国开发区的前列 2018年商务部公布2017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 在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中 苏州工业园区位列综合排名 第一位 但是在园区开工建设的前几年 大家始终见不到高楼大厦 短时间内拔地而起 那么完善的规划 是如何让园区后来沮丧的呢 时间追溯到1994年5月12日 沉睡已久的金鸡湖畔激起声隆隆 苏州工业园区打下了第一根庄 当挖土机在焦白地里轰响时 不少人都单纯地认为这里要开始盖楼了 但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人们始终没看到任何建筑 看似平静的地面 其实地下早已机器声轰鸣 地下管线对于城市建设管理至关重要 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人 高楼大厦是光鲜亮丽的外表 而地下的管道设施 就如同体内的血管心脏 这里才是决定一个城市 是否健康的根源所在 地下的各种管网 我们基本上是一次性给它下地的 而且按照国际化的标准下地的 当时投入成本非常高 那做地下设施的话 我们说到高标准的话 具体是指哪些方面呢 这个标准一个本身我们的设计标准 我们设计标准呢 这个都是按照国际上的标准来设计的 另外呢我们这个设计呢 是按照什么呢 是按照我们的长远的规划来设计的 那么包括我们这边有 比如说这个道路 那么道路以下有供电 这个供水 供气 这个燃气 这个像工业区里面 我们还有些这个工业用器 那么还有路灯 还有通讯等等吧 这些我们对外讲说九通一平 也许有些地方呢不止九通 那么这个一平是指的 就是我们整个的地面平整 就是我们的填土 在园区启动后的前两年 由于大量工夫花在地下 许多不明其理的苏州人 曾经抱怨园园区开发进展太慢 而高标准的地下建设 也让园区的地价水涨船高 像我们整体规划很细致 而且像您刚才说到成本很高 那这里的地价会不会也很贵 当时的地价呢 我印象当中啊 大概在五十美金左右 但是尽管这个地价 还是这个平衡不了我们成本的 但是呢 相对国内很多开发区来讲 我们的地价是偏高的 那很多地方开发区也许是零地价 或者是怎样 对于一个出出茅庐的开发区 招商引资是首要任务 相比其他开发区的零地价 苏州工业园区高昂的地价 似乎并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 并且地下建设的投资成本巨大 在前期已经花费天价规划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做如此高投入的地价建设呢 令人出乎意料的 恰恰是这看起来最不显眼的地价工作 和超前的园区规划 吸引来了众多外商在园区落户 三星电子半导体有限公司 是第一家正式落户园区的外资企 面对当时还只是成片于堂的园区 三星电子居然投资了1.5亿美元 在园区独自兴办了 半导体的组装和测试工厂 我们苏州工业园区是5月12号成立 然后我们是3月28号注册 所以我们三星半导体公司 是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 所以说当时地上看是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但地下的一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建好了 也就是说工厂需要的水电器等所有的设施 已经预埋在地下 所以工厂建立以后 马上就可以通电通水 所以进入一个生产的状态 所以这点是非常的了不起 它把所有的园区的这块地块 平均垫高了一米 超出水平面一米 所以确保了无论是下多大的雨 我们的工厂正常运营不受影响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公司是从来没有因为自然灾害 或是供电供水的原因停工过一天 所以这点就是说从我们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 可以来亲身体验出规划先行的一个优势和重要性 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入住园区之后 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陆续落户 如今园区累计系买资项目超4000个 实际利用外资300亿美元 世界500强企业在此投资的项目超过130个 每年为园区创造超过千亿美元的收入 先地下后地上的庙处让园区得到了大实惠 而今地下建设仍然被园区视为开发的重中之重 在园区的中心商务区 密集楼屿之下的管廊中藏着一番别有洞天的景象 电力 通信 天然气 热力等管线 按照不同功能在管廊中暗假落户 一进来这地下管道景感觉 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宽敞明亮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很多的管道景 这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很适宜 没有闷热也没有潮湿的感觉 这边看起来很空旷 这是做什么用的 是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双仓的地下管廊 它除了正常的照明的话 它的一些排风 它的排烟 排水 设施都是非常到位的 我看这边好像很多架子上都很空 没有放东西 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这个地下综合管廊 它是按照这个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的这个原则 来进行整个它的一个设计和施工管理的 目前空置的这个廊架上 就是为了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市政管线 预留它的一些管架的支架的这个位置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月亮湾这个地下管廊 它上面是大量的高层建筑 集中了这个很多金融商贸 写字办公 实际上它对我们地下管线 不管是电力 集中供热 它都有很多的需求 虽然地下建设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地上 但是今后一旦哪条线路出现故障 或有新管线铺设 不再需要对马路开膛破度 同时有了管廊的保护 管线设施也可以免受其他施工的破坏 和长年累月的侵蚀 延长了使用寿命 对于高度密集的中心商务区 这种超前的地下建设标准 可以让它在未来50年内都能从中受益 一流的整体规划 适度超前的开发理念 这些从新加坡借鉴来的成功经验 让苏州工业园区从启蒙就上起了洋学堂 除此之外 园区还定期组织学员去新加坡实地学习培训 最高峰时几乎一年365天都有园区人在新加坡 我手边一次的档案是苏州工业园区每年派员工赴新加坡 学习交流的经验所得 向我手边的这一侧是关于科技创新推动和人才极具环境优化的学习报告 这是2017年8月份的报告 这样的管理培训课程从1994年到现在从未间断 到目前为止 已有近4000人次接受过这样的管理培训 通过这样的方式 苏州工业园区学习到了最先进的管理经验 从而获得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也成为了其他许多地区学习的典范 这片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科技创新已然生根发芽 遍地开花 园区内集聚了5000多家科技型企业 10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建成各类科技载体超600万平方米 30多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80多家重创空间 科技创新给园区经济发展带来了高效益 2017年园区内每平方公里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8.6亿元 从水田挖地到高楼林立 24年光阴使得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3000万元规划费到几千亿元产值 从起步晚十几年到现在综合排名第一 时光流转 当我们再次回顾24年前的六本规划书 才真正理解了规划书的迷足正规 到底是哪位重要的客人从德国远道而来 他每客最便宜的都要比黄金还要贵 什么事情让企业的创始人焦急万分 用自动水杯 让你不能经营小水 苏州何时就诞生的青商 这一理念的萌芽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五级系列片 创新之城第二集 企业大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